2021年6月份生活圣言 不是凡向我说猪啊猪啊的人就能进天国 而是那成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 玛窦福音的这句话是耶稣山中圣训结论的一部分 耶稣在宣讲真福八端后 鼓励他的听众去体验慈爱的天主是多么亲近他们 并指示他们如何采取相应的行动 就是在天父的旨意中找到最直接的途径 进入天主的国度 达到与主完全的共荣 不是凡向我说猪啊猪啊的人就能进天国 而是那成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 但是天主的旨意是什么呢 我们怎样能知道呢 卢迦勒分享了他这样的发现 天主的旨意是天主的声音 对我们不断地说话并做出邀请 天主的旨意是一条线 或更好地说 一条贯穿我们一生的神圣金线 连贯我们在尘世与来世的生命 这是天主展示他爱我们的方式 爱要求我们做出回应 这样他才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施行他的奇迹 天主的旨意是我们的天职 是我们生命的真正本质 借此我们得以圆满实现自我 因此在任何的天主旨意前 无论是痛苦的 快乐的 平凡的 让我们都说 按你的旨意成就吧 我们会发现 这个简单的句子将带来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像一个踏跳板 帮助我们全心全意 以爱去尽善尽美地履行我们应做的事 这样 我们的生活会一点一滴地构成一幅奇妙 和独一无二的马赛克相牵画 这是上主从永恒中为我们每个人计划好的 上主所赋予的都是美善 伟大和无限的事物 然而 其中任何极微小的部分 例如 一个爱的行动 都具有意义 和彰显荣耀 就如五彩缤纷的小花朵 在无限美丽的大自然中 也有其位置 绽放美姿 不是凡像我说猪啊猪啊的人 就能进天国 而是那成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天国 根据马斗福音 基督徒最卓越的法律就是慈悲 这使我们对上主的爱 和任何崇拜礼仪 都变得充实圆满 这句圣言 帮助我们张开自己 与天主的个人亲密关系 且通过具体的行动 拓展到兄弟的层面 这份关系 促使我们走出自己 给其他人带来和解与希望 一群来自德国海德堡的年轻人 提供了以下的生活见证 我们曾想过 如何让我们的朋友 也体验到幸福的关键 在于为别人付出吗 我们由此发起了 名为幸福一小时的行动 这个想法很简单 就是至少每个月付出一个小时 让别人开心 我们从那些看来最需要被爱的人开始 让别人知道我们的诚意 无论是在哪里 门户都为我们开放 处处受到欢迎 于是我们陪同一些坐轮椅的老人 到公园里散心 也到医院与住院的儿童玩耍 以跟残疾人士一起做运动 他们都非常高兴 但正如幸福一小时行动所预期的 我们比他们更高兴 那些被邀请参与行动的朋友呢 他们起初有点好奇 现在他们试过给予别人快乐的行动后 都赞同我们的想法 幸福就是付出 说到做到 要亲身体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